郭璇与祥平是大学同学 在出社会几年后都还保持着联络 郭璇一直将祥平视为红粉之计 我是说知心好友 但祥平这边似乎另有想法 怎么了 看你一副心智重重的样子 唉 你想想看 像我们这样月薪只有三万五 根本存不了什么钱 要怎么发大财嘛 不如这样 我们约定了 一个月一定要存下一万元 互相监督保持存钱利益 你竟然愿意跟我做这样的约定 你这是我的好朋友 怎么这么说呢 为了你一直走在最前面 合吧 看似平等的约定却有着陷阱 祥平住在家里 大学学费是父母所缴 办官过学不但有房租 还有学贷 学电费 电信费 生活用品都是自己负担 扣一扣一个月只剩一万元 可以花用 在起跑点上就比祥平辛苦许多 现在我们已经有十二万元了 要怎么用这笔钱去赚到更多的钱呢 我已经想好了 有一个保证赚大钱的投资方式 就是把钱放进定存 天哪 你这是我的人生导师 没有你我该怎么办啊 这又是你 只有兄弟没有罪恶音 合吧 看似中肯的建议 却隐藏着祥平的重重轨迹 而果神这个电头竟然傻傻地相信了 一步步深陷 重大危机 祥平 我听了你的话去做定存 可是一年下来 我的十二万只赚不到一千元啊 定存利率才凝点八% 傻儿才定存 我现在用别的投资方式 已经稳稳赚了快两万元了 怎么会 你怎么没有告诉我 我们不是朋友吗 谁跟你是朋友 大学的时候拒绝帮我带点资 我早就怀恨在心了 现在终于找到几位弄死你了 当真是陆瑶芝麻利日久见人心 果神不该相信银行储蓄 更不该相信处心几率要害他的朋友 你是否也把钱放进银行 定存了呢 对啊 现在把钱放在定存 其实只有四个字叫做死路一条 那这个时候就不能只有25%的IQ了 你可能还需要一点点的智商 不需要太多 我认为其实你只要 小学能够毕业 你只要学会加减乘出 你就能创造出比银行高出 20倍的投资报酬率 基本上我还是建议选择ETF 刚才讲的 每个月15号到了 我就进场去扣5000块3000块 整体来讲大概就是8%的报酬 但是如果 你动一点点脑机 就可以创造出20倍的报酬率 这张图其实是台湾50的一个走势图 那大家有没有看到这个下面啊 有一个所谓的KD指标 红色的这个是月K 然后绿色的这个是所谓的月D 那只要月KD啊 出现了这个所谓的黄金交叉 你就买进 然后出现了死亡交叉 你就卖出 基本上你的报酬率就可以拉到比银行定存高20倍左右的状态 KD指标其实是在1950年代的时候 美国的一个学者他所提出来的这个技术分析的一个观点 那他计算的方式啊 如果是月KD啊 就是参考过去9个月 个股他最高价跟最低价的一个波动的状态 月KD的黄金交叉跟死亡交叉 他刚好可以去提供一般的投资人小资助去决定买点 还是决定卖点的时机 比如说我们看这张图买点 这个红色的这个是K值 绿色的这个是所谓的月低值 那原本他的红色的啊 是在这个绿色的下面 但是等到他有一天 红色的比这个绿色的还要高的时候 这就是所谓的黄金交叉 就是呈现所谓的买进点 那相反的啊 原本的这个月KD啊 红色的都比这个绿色的还要高 都在他上面 不过哪一天 红色的这个啊 穿过了这个绿色的这个月低啊 绿色的跑到上面来 这就是所谓的呈现死亡交叉 他就是一个投资市场中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卖点 那这个月KD指标啊 如果用在个股上 胜率也许还不高 但是如果是用在像0050的ETF啊 他的胜率是可以来到非常高的一个状态 长期以来的报酬率 其实都可以创造出 比定存高20倍的一个好的表现 ETF在用月KD非常简单 你只要参考50就好 再举刚才我们所成立的这张表 那KD指标带我们注意到 这边有0 20 50 80跟100 这里对照起来 它大概就在50以下 所以它就出现50以下 黄金交叉的状态 所以你就在这地方 可以买进台湾50 0.5 那你就可以享受 它后来的股价 余露了从这里 涨到这里的这个过程 那相同的 在这边 今年的1月份 出现了在50以上死亡交叉 那刚好也出现了 这个回档的一个过程 所以基本上 只要记住50就好 以50当作分界点 50以上出现死亡交叉 你就卖出 50以下出现黄金交叉 你就买进 那这个就可以让你创造出 比较好的一个绩效报酬